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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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有一个神奇的梦想 让生命扬帆破浪远航 不管是偷铃风霜 还是交叹那巨浪 青春的情怀天地飞扬 我有一个美丽的渴望 让身后脚印闪耀金光 不管经历痛苦 还是遭受那忧伤 青春的寂静 碰射下光 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梦想在前方 花开 花落 几度秋仰 潮起 潮落 我心激荡 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梦想在前方 听不了的是追求 听不了的是追求 放飞是希望 是我的梦想 我给你拿走 我给你拿走 我的梦想在前方 我给你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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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哭 家里干什么哭 逆子都没打平 必须晚上刷游戏 学生太阳晨了 我不管你时间紧不紧 你给我按照公益流程做 反攻 怎么了 李哥 怎么了 自己呢 逆子都没打平 就开始上游戏 有什么感觉的吗 我这不是赶时间怕来不及吗 做什么你懂吗 财是银 咱们店里就要靠财品保护 我知道 这多刷两面漆啊 就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不行 现在不找我出来 你就是刷一百遍 你一点给我拆了 这给你个棒子 你还真认像真的似乎 你跟老板的钱有成事 这功夫就是钱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再给我打两遍 不打滚蛋 师傅 别听大的 继续干 老板 怎么了 别把自己当的东西来 老板 老板 你干 这事听黎叔的 反攻 老板这 老板 我知道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 替我省钱为我好 但质量毕竟是第一位 听见了吗 而且以后不管干什么 对于我们来说 质量永远放在第一位 是 干活了 叔叔 重新来吧 都听见了吧 啊 淼哥 以后你就要注意 看 等我 我看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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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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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既然大家有缘分能够凑在一块儿 那咱们就全行全力把我们的工作 往最好的方向去做 免得到了最后 让别人说咱们是一群废物 老板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干的 不过现在说放心还为时过早 只要这债还不上 我的心就放不下了 所以我必须得把丑话说在前头 不想干的 不想好好干的 趁早离开 免得到了最后大家彼此都尴尬 不过反过来说 既然留下的 咱们就全心全力 把工作往最好的方向去做 咱们不分年龄大小 全是自家兄弟 将来只要我刘华盛有口肉吃 大家就肯定有骨头肯定 拜托大家 请老板报信 全心全意 为顾客服务 谢谢 好 一共是三千一百五十六块 扣除纯本的话 我们还有一千块钱左右的纯利 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一年不仅能回缩投资 而且还有转头 看来我们成功了 阿梅 你别跑 别跑 怕你摔着 我已经摔着了 我已经摔着了 其实我们现在还不能走 也许以后啊 会出什么事呢 能出什么事啊 花样盘在自己的手里边 路是通的 往前开就是了 白总 你说得对 路在前面 过来看我们自己怎么走 走 我们跑步架 我们跑步架 我要睡觉 走 那我背你 走 走 走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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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看来我们家要有喜事了 你都大学生了 你还这么迷信 我不是希望咱们家喜事多多吗 我现在判的最大的喜事啊 就是赶紧抱孙子 你老别急 我哥不是来信说了吗 他已经结婚了 这抱孙子还不是早晚的事 说是这么说 可是你知道 他大叔什么时候才要孩子 要我说 您就到哥身边去天天催他 这样啊 嫂子很快就能怀上了 阿婆阿婆 阿婆 你再来客人了 你看你真的来了 妈 您是嫂子吧 来 给我 给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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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梅吧 妈 姐夫来了 叫我姐夫啊 当女姐夫折寿 你是老板的姐夫 那也是我们当伙计的姐夫 这没错啊 算你聪明 这儿天天都这么多人 每天到饭点都是这样 要是暂晚来一会儿的话 恐怕你这点太累了 华盛 你用了什么招数 有人身后这么高 价廉物美啊 这你都不懂 亏你还是个生意人 你教训我是不是 教训我 你没得自我 我当然有了 我是这儿的股东啊 不像你 贴工劲 放高利贷给华盛 还怕华盛还不上 你跑这儿打听什么呢 我说你这张嘴 能不能留点应得 说多了 烂舌头 长空窗 姐夫来了 华盛 你说这个黎叔 嘴巴没应得 我害怕他 他乱口窗了 怎么的 黎叔 姐夫 正好你来了 我还找你有事呢 来 咱们楼上去 来 你要再说 头上还不长毛 鞋公斤 姐夫 好 不错呀 行啊 华盛 够阔气啊 古色古香 有点舒见寝啊 面馆步入正轨以后啊 闲着没事 我就看看这些些字吧 来 姐夫 您坐 好好好 这大班牌比我那儿还大 好 来姐夫 喝茶 不对啊 你是老板吗 不是不是 你得坐这儿吧 你坐你坐姐夫 你是老板 你坐那坐这儿 华盛 那你就不去烤鱼了 你觉得这么大面馆 还用我亲自烤鱼吗 好将烤鱼 也算是小有灵气了 都快做成品牌了 你不去烤鱼行吗 其实这鱼啊 不在于谁烤 主要在配料上 所以谁烤都行 对 说的有道理 你看 我一直也没来看看你啊 我主要是怕 我来了添麻烦 给你压力 我今天来大家看 行 有一套你 虽然你不常来啊 但是阿贞姐常来啊 她回去 就没跟你说点什么 说了 说你能干 好 把一个小小的面馆 搞得风生水起啊 姐夫 我这面馆可不小了 如果算一算 差不多也是我们 澳门最大的面馆 你这个面馆 和我那个机场比起来 那小多了 但你姐说 说我这个机场啊 要是像你这儿这么火 那就 哪怕只有一天 也算没白嫁给我 阿贞姐真有意思 可是姐夫 如果你那养机场 要是每天这么热闹的话 那机还下单吗 不是这么个意思 我那养机场 当然不能像这里 这么火了 但是呢 她羡慕你这里 人气旺 来钱快啊 对吧 你说到钱啊 我还正想找你 这是五万 你说什么 我今天 不是来拿钱的 还没到期呢 是 所以说 我先还你一半吧 我呀 那利息呢 我知道我知道 不够本金少了 利息不已经少了吧 是是是 那 那我就收拾了 你收拾 您就放心去吧 您早去早报孙子 真说早去澳门啊 我又放心不下你 我也什么放心不下的 过两天我都回学校了 再有半年就毕业了 你有什么打算 你都没跟我说过 要不你去找你哥吧 你们兄弟俩一块儿穿 我不去找他 在我哥的眼里啊 我就是个长不大的弟弟 妈 你知道吗 现在内地啊 已经改革开放了 机会多的是 我就不信 我干不过我哥 你哥哥叫什么技 这您就不懂了 叫劲才有干劲嘛 老大 回去之后你跟我哥说 我想跟他比试比试 看看我跟他 谁干得过谁 是 好啊 妈 他们兄弟俩真的挺像的 花姐将来一定会更有出息 他要是真有出息 我就好跟你公公交代了 这个好吃 我还要吃 还有 钱 拿回来五万 我说他们有钱了吧 你还不信 先收回这五万比什么都踏实 你就知道钱 为了这点钱 我让那个黎叔 好好地羞辱了我一顿 他凭什么呀 凭人家是股东 咱们是放高利贷 我们放高利贷是给华盛 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是一条看门狗 老公 别生气 明天我就上门骂他 看谁难堪 谁难堪 华盛和阿梅难堪 你不难堪 难堪 我就当是一块鸡屎掉在我脸上 我把它擦了 不过黎叔 有一句话提醒了我 咱们为什么不当股东 只放高利贷呢 放高利贷啊 是有上限的 可是股东没有 一本万利 你想当股东啊 那万一要是赔了呢 你去过华盛那几次 你觉得华盛 能把那面馆赔了吗 我又不了解面馆的实际情况 光看表面 行不成正确判断的 钱能说明一切问题啊 你看啊 面馆开业不到半个 纯利五万 要是一年呢 就是十万 面馆开张不到一年 就有十万的纯利 两年就能赚回成本 这可是暴力 这样的项目 打着灯灯都难找吧 你既然想到了 干吗还要把钱拿回来啊 那还不是你交代的特殊任务 我敢不完整吗 那我交代你 把钱再给我送回去 开什么玩笑 你让人华盛 觉得我们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啊 你说你这个人 又想当股东又不投钱 这怎么可以呢 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 华盛那里不是还有咱们五万块钱吗 加上利息抄的七万块钱 咱拿这七万块钱 投给他做股本 看看能占华盛公司多少股份 至少百分之五十 要是百分之五十 咱们就是第一大股东了 黎叔那里占百分之五 王博有一点剩下的 就全是华盛的 咱们就应该是第一大股东 那你也得看人家华盛同不同意 华盛那里你就放心吧老公 我去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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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 睡得不习惯吧 真是委屈你了 这怎么会是委屈啊 习惯 今天先这么凑合吧 明天你睡到县里宾馆去啊 妈 妈有钱 上次华盛寄回来一万块钱 我还没怎么动呢 你干嘛不用呢 用不着 除了华盛上学花了几百块钱 其他的那些啊 我都在这窗底下藏着呢 好 要不 你再给华盛带回去吧 不用 你还是给华盛留着吧 等面我们开业了 我们每天都会有进账的 你说 我要真跟你过去了 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这怎么会是添麻烦啊 咱们赶紧把通行证帮下来 让我也尝尝 有妈妈的哥们 又来了 你怎么说话呢 好像我不该来是不是 昨天你老公来今天你来 两口子轮番来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看我们挣钱了来要账来了 要账啊 我是给刘华盛送钱来的 不欢迎吗 欢迎 有鹏子远方来不亦乐乎 刘华盛呢 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经理办公室 请 您请 等我当了老板 先让你走人 你当老板 华盛干什么的 你还别要气 等着不让你走人的那一天吧 要百分之五十的股东 要百分之五十的股东 对啊 第一大股东 我或者紫棋来做董事长 可儿啊 林姐 机场已经够姐夫忙的了 她顾得过来吗 那我来 我来当董事长 可是 我凭什么给你百分之五十的股本 华盛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七万块钱呢 做我们投入的股本 就凭这一点 我来当董事长 你来做总经理 但是有一条 你要把黎叔给我开除 这样的人站在面馆懒客 会给面馆丢人的 哎 你才丢人哪 你给阿梅丢人了 像个破妇一样 你要多丢人有多丢人 李叔 说什么呢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走的 这件事情我说了算 姐 这钱啊 本来是想还银行的 你先拿走 你什么意思啊 还款啊 本金已经还清了 现在就只差利息了 华盛 我不是来要债的 我们是要加入到你这里来投资给你 可是 我不需要 你不需要钱吗 不需要您来当我的董事长 而且您这点钱也不够当董事长 那七万块钱能占多少股份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华盛啊 怎么会这么少 你 你这里也没有投了七十万嘛 没投七十万 但我一定能挣到七十万 所以我现在给您 七万百分之十的股份 如果明年 也许就只能占到百分之五 华盛 你现在是在做生意 不可以像如飞飞的呀 所以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 投不投赞你 我又没有强迫你 看着钱不用 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 姐 姐啊 你看我这儿 这么多事还忙着 所以我就不送你了 余叔啊 哎 帮我送送过您姐 好 阿杰 请吧 下次来的时候啊 别吃错药 你才吃错药 妈 别顾着喝水 快吃水果 好好好 你进来 我在云霄那边 妈 华盛 妈 妈你可爱了 好了好了 当着媳妇的面抱老娘不像我 妈 你赶紧坐 妈 这一路上累不累啊 还好 一路上有阿梅照顾呢 阿梅 辛苦啊 不辛苦 要不是惦记你啊 我还想多住几天 华盛啊 你娶了这么好的媳妇 真是上辈子修的福啊 不是这样的妈 是我嫁给华盛 才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 你听听 有这么好的媳妇吗 妈 您能喜欢阿梅 我就放心了 来 您吃水果 好 那我去做饭啊 否划 啊 我会拿出百分之十的股�� 你有bel 声感价 本来我也是不同意的 他没别的办法 他要把五万不衔本金还给我的 把本金都拿回来 用利息做投思 换回百分之十的股份 也还是马马虎虎的 你不要做梦了 连本代息七万块钱 换来这百分之十的股 华盛说了 也是现在的价 到了明年 七万块钱 只能换百分之五的股份了 什么 华盛也太狠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 华盛说了 你要是不同意 就可以不签字 你要不签字 这协议就无限 钱放在他那儿不股值 得换成股份才行 但是啊 你得和阿梅好好谈谈 谈什么呀 谈什么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是为了姐妹的情分上 为了帮助他们 我们才这么做的 要不然 我们凭什么做出 这么大的让步 投不投在我们 他并没有强迫我们呀 你这个脑子 就不能转一转嘛 我这样说 是为了给自己留点面子 老公 这不是面子问题 你说啊 既然华盛要求我们都签字 那他和阿梅要签字 这是平等的关系 你说对不对 这么说呢 这么说呢 就对了 这呢 也为自己找回点面子 再说了 我过去是他老板 我不能什么都听他的 行了 快进屋茜子 好 好 姐 你说 还是吧 还是吧 你看啊 这个疙瘩绣啊 要在这个绣线下面衬心子 这样 这个绣线才能凸出来 显得好看 要是再加上猪翠 那就更好看 这么难 来了 姐 姐什么呀 不认识了 干吗回去这么打打架 老太太 我这个妹妹啊 自打架给你儿子之后啊 脾气就见长 连我这个当姐姐的 都不放在眼里喽 虽然隔着背儿 但我比你大不了多少 以后 你别叫我老太太 我不爱听你 你要不愿意随着我叫 就叫黄阿姨 太没礼貌了 你赶紧说什么事 我跟我妈学丝绣了啊 我妈我妈 天气要多什么玩意 我听着觉得挺好 我儿子能娶到这么好的儿媳妇 我觉得那是上辈子修的福啊 黄阿姨 阿美董事呢 是我调教的结果 要没我调教 这丫头啊 还不知道封成什么样呢 你是专门过来表公的是吧 你赶紧说什么事 别耽误我时间 签字 什么样这是 自己看 喜欢吗 你会不会啊 不会 你要愿意的话 也可以过来学 我这教一个也是教 教俩也是教 我婆婆也会刺绣的 别拿你婆婆跟我妈比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超过我妈 对吧 妈 这怎么秀啊 你看啊 发什么愣啊 好赶紧洗澡去啊 你妈会刺绣吗 不会 你妈怎么连刺绣都不会 不会刺绣 就不能当妈了 人家阿梅的婆婆就会刺绣 明天我让我妈去学刺绣不就行了 你妈都已经老眼昏花了 能学好刺绣啊 不 你知道我妈不会刺绣 你干嘛老为难她 这样她做一些她做不了的事情 你就不能放过她 不是我放过 是我比不过阿梅 你不如刘花胜 我婆婆不如阿梅的婆婆 我现在唯一比阿梅强的 就是钱比她多点 就这优势啊 恐怕也保持不了多久了 你说你天天跟阿梅比来比去 有劲吗 少破坏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啊 这可不是我破坏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 你每次从阿梅那里回来 不是痛苦就是怨气 你以后少去她那儿啊 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对了 我让你办的事呢 给你 我总算是在华盛的公司里 爬进了一只脚啊 有什么可得意的 不过是个小股东 小股东也是股东啊 他做得越大 咱们就越强 行了行了 赶快 赶快下早觉啊 快去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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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人吗 喂 谁啊 您让我进去冰封雨吧 卖得太冷了 回去了 这什么东西 这么沉 尼龙布 送过的人送晚了 又赶上下雨 害得我回不去 我呀 只好躲在你门外了呢 那你现在你想怎么办 你快给我找个地儿换衣服呀 我冻死了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爸 我来给你收换衣服 大叔 你这是装修得不错呀 咋子这样子吧 我们的公司在澳门也是数一数二的 像澳门有几家这样的公司 找了 好 小姐 请吧 真舒服 今儿天我看见是一个好觉哦 你这 你舒服了 我 我怎么办呢 我们都睡在这儿呗 你 你说什么 我们 妈 你穿着衣服睡 我们在工程里打工 都是这样睡的 这 这能睡得着吗 这 你睡不着 就说明你不困 那 那就试试吧 那 你靠窄 那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我帮你去拿吧 沉 没事 为你干活啊 累死我也知道 你看你累的 快到了吧 对 就在前面了 小慧 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罗康 我哥 流济面馆的投资人李水昭 那我先回来 好 哎 哎 破儿 你昨天晚上住他那儿了 我一个无情无故的小寡妇 睡哪儿不行啊 你不会是把这个半岛老头子 作为猎物吧 那我生不可言 我在婆家娘家都不受欢迎 如果真让我逮住一个要我的人 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辛苦了 不管他是不是老头呢 妹 你听我跟你说啊 爹妈不欢迎你回去呢 是不想第二次出钱给你买嫁妆 你要是挣了钱给他们 他们怎么能不欢迎你呢 不就是钱吗 有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不好弄啊 谁在里边啊 开门 谁啊 我 金翰 大人天你关的门干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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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回家了吗 哎呦我回家呀你 哎 快快 不 没事啊 没事没事 你 你把眼灰的那刀干什么你 我 我这不是罗刀 没事没事啊 没事没事啊 快快快快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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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都给我滚 走走走走走 谁要去 哎呀呀 谁 谁 滚啊 小林啊 哦 你说我哥了你啊 不能天当半夜地当床 半夜到时候想逛啊 哦 我亲爱的婚啊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如果现在要是能找个地方 摟上你美美地睡上一觉 哎呦我的天哪 那简直就是谁先过的日子啊 啊 那不是很容易吗 搜建房子就是了 哎呦你真聪明 那可我现在没有钱呢 我这个钱都投在面馆上了 这 这不还没到分红的时候吗 那还不好办 你把钱撤出来就是了 你老爱说就是了就是 做那么容易的事 这钱好不容易投进去 撤出来的话 再找这么赚钱的项目可叫难了呀 这可不一定 你一拢床就很赚钱 你要是把钱投在这上面 五倍十倍的往回赚 那钱都是打着滚赚的 有这么好的相关 嗯 哎 我呀早就想和我哥出来干了 可就是没有启动资金 一旦有了启动资金 咱们就是老板了 需要多少钱 你能弄到多少钱 怎么夜店有三四万吧 有三四万就能干起来呀 老公 你要是把这钱弄到手 我可是永远是你的了 真的 会儿 黎叔你给大家说清楚 在店里留宿女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免得大家议论纷纷 传出去对我们店里影响不好 没什么可说的 那是我老婆 黎叔 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什么时候结的 我正准备结呢 行不行 准备结婚也不能在店里留宿 咱们今天说清楚 下不为例 以后不管是谁 再发生这样的事 对不起给我走人 用不着你哄我 把钱给我 我马上就走了 什么钱 什么钱 你答应我的 百分之五的股份 好 那咱们就到我办公室单 好了 解释 全心全意 为顾客服 干活儿 走吧 去你办公室 去哪儿我都不怕 你答应我的事 你要是办不到的话 我就让全澳门的人都知道 你刘华盛是一个掩耳无信的人 到时候看谁来你这刘记面馆吃饭 来 你准一下 今儿三二五 谢了 等下 把钱拿走啊 再请你带走一句话 以后啊 请你不要再等着我这个男人 哼 来 请我来 我都不来了 拜拜 拜拜 夜晚不再有黑暗 月亮露出了笑脸 昨天和明天 都太遥远 快乐就在今天 这世界五彩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 直指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向前 哦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 一生再见 有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但故事拔走我的脸 我就已经是男子汉 我会输 但我这变心甘 别说我太沉静 也别怕我孤单 我违顾 你会把眼里擦开 这一生总有一些 一颗伤感 我会被遇见很危险 要把不停让人烦 被杜朱尊丰 有用尽力才能打避寒 就世界不再缤纷 有太多美丽留恋 不要再对我直指甜点 是朋友就一起相见 跌倒了 爬起来 潇洒说一生再见 有疼痛 就留在心前 让烦恼 随风飘散 走过去 不如艰难 以为会 天塌地线 再挥手 再从头看 花儿草 开地角边 病人 有